旅館裡的恐怖房客 他們這間旅館 確實有靈界的朋友 當下就是有一種那種 腐爛的那種味道 不想要聽到我店裡面 吵雜的聲音呢 我就用我的雙手 捂住了你的耳朵之後 你現在又說 你什麼都聽不見了 你到底要我怎麼樣